大家好,欢迎到Says Mandarin来 今天,我们会讲故事,学中文 讲故事,学中文 今天,我们会继续讲野孙骑驴的故事 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我会说一下每一句话的意思 好,那上一次我们故事讲到 野孙俩决定一起骑驴 好,那现在我们继续 没走多远,一个老太太 见野孙俩共起一头驴,便说 没走多远,一个老太太 见野孙俩共起一头驴,便说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没走多远 就是他们野孙俩没有走太远 一个老太太 好,老太太就是一个老人 一个女性 好,那一个老太太 见野孙俩共起一头驴 好,见就是看见 他看见野孙俩共起一头驴 共,共在这里就是一起的意思 一同,一起 好,一起骑一头驴 便说 便就是于是 于是说 好,没走多远 一个老太太 见野孙俩共起一头驴 便说 这野孙俩的心 真够狠的 这野孙俩的心 真够狠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够, enough 非常,非常狠 好,我们来看一下 狠 狠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他挺狠 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就是他的目的 他挺狠 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就是他的目的 他挺狠 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就是他的目的 好,他挺狠 挺就是狠 非常的意思 他非常狠 他挺狠 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就是他的目的 好,目的就是他 最后希望得到的东西 好,那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就是他的目的 好,他挺狠 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就是他的目的 他挺狠 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就是他的目的 这野孙俩的心 真够狠的 那么一头兽驴 怎么能经得住 两个人骑呢 那么一头兽驴 怎么能经得住 两个人骑呢 好,那么一头兽驴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瘦 瘦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我看到他第一眼 是又瘦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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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看到他第一眼 第一眼就是 第一次看到他 第一次见面 好,我看到他第一眼 是又瘦又小 这个幼 幼就是不但而且 不但很瘦 而且很小 好 那瘦跟瘦相反的 就是胖 好 我看到他第一眼 是又瘦又小 我看到他第一眼 是又瘦又小 那么一头瘦驴 好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头驴非常非常的瘦 那么一头瘦驴 怎么能禁得住两个人棋呢 怎么能禁得住两个人棋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禁得住 禁得住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禁得住 禁得住 这种长途旅行 它禁得住吗 这种长途旅行 它禁得住吗 好 那如果我们说 它不行 它身体受不了 那我们中文会说 禁不住 禁不住 它年纪大了 禁不住这种长途旅行了 它年纪大了 禁不住这种长途旅行了 就是受不了 受不了这种长途旅行了 那么一头瘦驴 怎么能禁得住两个人棋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问句 好像它是在问一个问题 其实是一个 Rhetorical Question 意思是说不能 不能两个人一起棋 禁不住两个人棋 好 那么一头瘦驴 怎么能禁得住两个人棋呢 爷孙二人一听 也是 就全都从驴背上下来 爷孙二人一听 也是 就全都从驴背上下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爷孙二人 爷孙二人 二人就是两个人的意思 我们可以说二人 我们也可以说两个人 好 那就是爷孙两个人 爷孙二人一听 也是 他们一听到这句话 他们同意了 他们觉得很对 就是也是 就全都从驴背上下来 好 所以他们全 就是他们两个人都 他们两个人都从驴背上下来 他们全都不棋驴了 谁也不棋了 二人干脆牵着驴走 谁也不棋了 二人干脆牵着驴走 好 那他们都不棋了 二人干脆 干脆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干脆 干脆 我们快要晚了 干脆坐出租车去机场吧 我们快要晚了 干脆坐出租车去机场吧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在去年他干脆把工作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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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工作就是不去工作了 好 在去年他干脆把工作辞了 在去年他干脆把工作辞了 然后跟我们 谁也不棋了 二人干脆牵着驴走 走了没几步 又碰到一个老头 好 走了没几步 又碰到一个老头 走了没几步 就是没有走几步 没有走多远 又碰到 好 碰到就是遇到 看到 好 又碰到一个老头 指着他们爷孙俩说 指着他们爷孙俩说 好 那就是这个老头 指着他们爷孙俩说 对他们说 这爷孙俩真够蠢 放着驴子不齐 却愿意走路 这爷孙俩真够蠢的 放着驴子不齐 却愿意走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爷孙俩真够蠢的 蠢 蠢就是愚蠢 Foolish 蠢 放着驴子不齐 好 放着驴子 就是他们有驴子 驴 我们也可以说驴子 好 那放着驴子不齐 却愿意走路 却就是但是 可是 好 可是愿意走路 却愿意走路 这爷孙俩真够蠢的 放着驴子不齐 却愿意走路 最后 爷孙俩决定 抬着驴走 最后 爷孙俩决定 抬着驴走 好 那他们最后决定 抬着驴 好 我们来看这个照片 在照片中 这个爷孙俩 他们就 抬着驴走 走了不远 就有路人 哈哈大笑 说 走了不远 就有路人 哈哈大笑 说 他们没走几步 没走多远 就有路人 路人就是 在路上走路的人 好 就有路人 哈哈大笑 说 这两个人 真有意思 有驴不齐 牵着也行 何必抬着呢 这两个人 真有意思 有驴不齐 牵着也行 何必抬着呢 好 那他说 这两个人 真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有驴不齐 他们有驴 但是他们不齐 牵着也行 牵着驴也可以 何必抬着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何必 何必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何必 何必 他已经道歉了 你何必还生他的气呢 他已经道歉了 你何必还生他的气呢 好 那道歉 就是说对不起 你何必还生他的气呢 好 那生气 生气 我们会说生谁的气 生他的气 好 你何必还生他的气呢 我们看到这里是一个问句 但是其实是一个Rhetorical Question 意思是说 你不应该再生他的气了 他已经道歉了 好 那他已经道歉了 你何必还生他的气呢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因为每个人的目标不同 何必竞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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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因为每个人的目标 目标就是go 不同 不同就是不一样 何必竞争呢 竞争 就是比赛 看谁做得好 做得不好 好 那这个也是一个问句 那这个也是一个问句 意思是说 不必 不必竞争 不应该竞争 好 那因为每个人的目标不同 何必竞争呢 因为每个人的目标不同 何必竞争呢 这两个人真有意思 有驴不齐 牵着也行 何必抬着呢 好 那我们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你觉得爷孙俩该怎么做呢 我们看到 他们在这个照片里 爷爷牵着驴走 孙子骑着驴 在这张照片里 孙子牵着驴走 爷爷骑着驴 好 在第三张照片里 爷孙俩一起骑驴 好 第四张照片 他们都牵着驴走 最后他们决定 抬着驴走 好 那你觉得爷孙俩该怎么做呢 好 那现在 我们来复习一下生词 狠 狠 爷孙俩心够狠的 爷孙俩心够狠的 瘦 瘦 经得住 经得住 这么瘦的驴 怎么能经得住 两个人骑呢 这么瘦的驴 怎么能经得住 两个人骑呢 干脆 干脆 爷孙俩干脆 牵着驴走 爷孙俩干脆 牵着驴走 何必 何必 有驴不齐 牵着也行 何必 抬着呢 有驴不齐 牵着也行 何必 抬着呢 好 那现在 我们来回答几个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老太太觉得 爷孙俩共骑一头驴 怎么样 老太太觉得 爷孙俩共骑一头驴 怎么样 对了 老太太觉得 爷孙俩心态狠 她担心 这么瘦的驴 会经不住 两个人骑 老太太觉得 爷孙俩心态狠 她担心 这么瘦的驴 会经不住 两个人骑 好 那第二个问题 听到老太太的话 爷孙俩做什么了 听到老太太的话 爷孙俩做什么了 对了 爷孙俩从驴背上下了 牵着驴走 爷孙俩从驴背上下了 牵着驴走 好 第三个问题 一个老头 看到爷孙俩牵着驴走 觉得爷孙俩怎么样 一个老头 看到爷孙俩牵着驴走 觉得爷孙俩怎么样 对了 老头觉得 爷孙俩有驴不齐 太蠢了 老头觉得 爷孙俩有驴不齐 太蠢了 好 第四个问题 最后 爷孙俩决定怎么做 最后 爷孙俩决定怎么做 对了 最后 爷孙俩决定 抬着驴走 最后 爷孙俩决定 抬着驴走 好 那现在 我来读一下 没有拼音 爷孙俩决定 爷孙骑驴 没走多远 一个老太太 见爷孙俩 共骑一头驴 便说 这爷孙俩的心 真够狠的 那么一头兽驴 怎么能 经得住两个人骑呢 爷孙二人一听 也是 就全都从 驴背上下来 谁也不齐了 二人干脆 牵着驴走 走了没几步 又遇到一个老头 指着他们 爷孙俩说 这爷孙俩 真够蠢的 放着驴子不齐 却愿意走路 最后 爷孙俩决定 抬着驴走 走了不远 就有路人 哈哈大笑 说 这两个人 真有意思 有驴不齐 牵着也行 何必抬着呢 你觉得 爷孙俩 该怎么做呢 好 那我们今天 就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 这个故事 也听懂了 这个故事 也听懂了这个故事 好 谢谢 那我们下次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